方月 品荣 黎叔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 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 我是在美国接着婚 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 所以没有邀请你 我都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风腾的女朋友 薛珊珊小姐 嗨 你好 你好 风腾现在还好吗 很好 品荣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 对 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 王欣 我们刚刚采访完 风上珠宝 是我们的茶米 听说风腾集团最近出了个珠宝品牌 看来是真的 这个风上珠宝呢 是珊珊跟她的堂姐一起经营的 难怪 他们家有几款珠宝都很尖尾 你们有接触过吗 那就要看薛小姐有没有兴趣 给我们广告咯 当然有啦 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 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 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 这是我的名片 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 好的 一定一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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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品若带颜的东西还真不少 不过真的好像没有珠宝 啊 哎 风月 如果请王品若在代言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呀 说呀 什么时候风家饭桌上 可以玩手机了 哎 我是真的很想请王品若做代言 他现在具有国际知名度 如果他愿意为我们的珠宝做代言的话 那我们的品牌就可以向国际迈进一大步 嗯 珊珊 你可以的啊 我哥都不让你去工作了 你居然还要追着他的前女友代言 你疯了 这疯得脸一板啊 连郑琪都不敢说话 你说你有没有点眼睛劲 好啦 我知道了 回头我就跟他好好说说 你别说了 我求你了 依我看啊 你就不要去店里了 留留那边你也跟他交代一下就好了 哎呀 不行 不行 至少今年 今年还完钱之前 我绝对不会离开的 方月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王品若呀 如果能请他来代言的话 搞不好我能尽快地还钱 你真的打算找王品若来代言啊 他是风腾的前女友哎 我知道 但是我只是请他代言 又不是请他来家里玩 学晨晨晨 你真的假的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王品若呢 他可不是我 我之前喜欢风腾 是因为我一厢情愿 但是这个王品若跟风腾 可是实实在在交往过的 对吧 像这种女人能走到今天 绝对不是胸道无脑的 这躲都躲不及你还把他往前面凑 我相信风腾 我哥听了这话 不知该哭呢 还是该笑啊 反正我是怪哭了 他肯定会笑的 今天周日我跟我上班了 可以不 既然今天这么特别 想要干嘛 我想来到家里 可以吗 正合我一言 对不起 接个电话 喂 时 时尚杂志 要做专访 好 对对对 我们店的总负责人是薛琉琉 那下周三可以吗 我来安排一下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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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时尚杂志要采访溜溜 你确定要找王品若代言 是 是啊 您好 我是王品若的经纪人 王品若同意代言 具体的细节我们面谈 王品若的经纪人回复我了 王品若已经答应 做我们风尚珠宝的代言人了 他的经纪人给了你回复我 但是他本人给了你回复我 我发了短信 薛琉琉 你是泰天真 还是你想考验我 都不是啦 我只是想用一个最好的方法 来帮助风尚珠宝 而且 你不是说过 不要看你说了什么 要看你做了什么 现在 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 而且 我是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所以才敢这么做的 好像听你这么一说 我不同意反而是我的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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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月的利润应该有两百万哦 所以下个月初我跟他有决定再还你一百万 这样的话我们就总共还了你四百五十万 真难得 你居然想留一百万在身边 没有 绝对没有的 那个钱是要付给王评罗代言费的 现在就要找明星代言价格不菲了吧 嗯 值吗 值得啊 当然值得了 王评罗的配合度很高 我们已经规划好 马上就要进摄影棚拍照了 而且下个月他跟溜溜的专房也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至少有两家高档百货公司 知道王评罗要代言 主动邀请我们社会呢 不过王评罗拍广告 不过王评罗拍广告 倒是有个希望 希望 他希望 你能去探班 还 ви bir内词 珊珊你这个表情很奇怪 很奇怪 有吗 也好 刚好我们很久没见了 真的吗 那像星期五下午三点 我让Lina把行程门上 全身你要这么开心了 我为什么不开心啊 这个鸡汤不好喝 吃饱了 我真的是来陪你喝鸡汤的 你说怎么办呀 如果风腾不来的话 王平若会不会不拍呀 真是受不了你啊 我还怕风腾来了 他们俩揪情复燃呢 你的好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好拍了风又来顶唱 这话说的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王平若吗 我也不否认啊 秦小姐 您有没有事情需要你给我签认一下 好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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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老板咯 大明星 多谢你帮忙 没问题 就算无常代言也是应该的 风腾 你来了 对吧 王小姐这次真的很帮忙 王小姐 我慰恳夫 绝对不会让你无常代言的 嗯 钱当然是要朋友赚才是嘛 生意归生意 有交情 尤其要重金礼聘才对呀 我慰恳夫 嗯 你 我 我忘记跟你说了 我们快结婚了 对 他是我未婚妻 我一直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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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到建长 所以你爸爸在时尚界 就是因为你未婚妻了 原来风生的财务长 就是风先生你们的婚妻啊 你不是说我结婚呢 既然快乐时尚界 是不是请你们 接受你专访呢 我们也想要求你 接受专访呢可以吗 不好意思各位 风尚是由我未婚妻 还有她唐姐共同打理 我从来不杀手 所以不能够 介绍你们的访问 来让我们把今天 所有的焦点 放在王小姐身上 抱歉你们的失陪 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拍摄 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有需要 跟王皮若小姐拍照的话 请赶紧就位吧 王小姐 等一下拍完可以 隔五分钟吗 女罗我们想用你佩戴 风尚珠宝的形象 给我们杂志做方便 可以吗 欢迎您的欢迎 谢谢 谢谢 您帮我请 好 各位周恩请吧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天神真 你真的找到了吗